多家媒体报导 中国上海海军军医大学发布研究指出 中共在南海的平凡军演 导致了在南海服役的中共潜舰士兵 有21%出现心理上或精神上的问题 近年中共在亚太地区蠢动 尤其在南海一带活动频繁 不过长期生活在空间封闭 与陆地隔绝的吵杂环境 对共军带来心理问题 尤其以焦虑症以及妄想症最多 中华民国立委陈廷飞指出 潜舰官兵和周遭的活动空间隔绝 会有比较多压力 而中共不断绕台干扰第一岛链国家 共军压力更大 但中共可能并没有重视 把整个的一个心理素质做好 那这个区块可能是共军没有做到的 因为他们长久以来 不会关心到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 也不会看到他们的心理压力 那台湾早就已经有在这个区块 做了很多的辅导机制 那这个部分就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此外纽时报导称 如果美中发生冲突 可能会再由台湾控制的金门或东沙爆发 对此立委赵天林表示 中共在国际航道片面破坏和平 已经引起国际众怒 南海台海巴士海峡 这都是世界的航道 任何一个国家在这里 试图片面性的去破坏区域的和平 去影响空域跟海域的安全 是会引起国际的众怒的 事实上现在中国就已经引起国际的众怒 所以包括德国 英国 法国 美国 澳洲 他们的这个航空器 包括他们的这个军舰 也已经几乎要开始正式进驻在 这些海域来进行巡益 赵天林认为这些地点是国际海域 台湾在这些地方面对的压力 其实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压力 理念相近国家团结一起就可以得到安全 而陈廷飞说 台湾扮演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角色 世界不会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新常人雅台电视黄亮剑黄彦玲 台湾特别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